一人赵小桥回忆前年仅三个月大的女儿疑似脑膜炎 要住院做很多检查 甚至要抽脊髓液 她想到宝宝要在病房中与病膜奋战犹如噩梦 幸好检查完确定不是脑膜炎才放下选者的心 不过她并不希望任何一个家庭遇上类似可怕的经历 因此她出席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主办的记者会 呼吁家长们重视预防疾病 医生跟我讲说他必须要抽他的脊髓液 我说什么 抽脊髓液我自己听了是完全是 从这个后面背脊是凉了一截 医生可能要抽我脊髓液我就说可以 医生可以不要吗 对不对而且是那么小的宝宝 我真的是超级心疼的 可是那时候医生就说他怕疑似会有脑膜炎 所以他必须抽脊髓液先确定他现在的状况 然后我就问医生说 为什么那么严重 因为啊脑膜炎听起来真的 像苏清姐一开始开头讲的 你会觉得离我们很远 我们很常听到什么肠病毒 对不对 那这肚子你看离脑那么远 对不对 或者是很多有这种感冒症状 也觉得肺离脑很远 它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关系 那其实真的不是大家想象这样 尤其那时候点点宝宝是还没三个月 那医生讲的就是他的病程变化 真的是24小时内就会完全可能就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所以一定要一定要不能说什么 哦 他还没烧到38度应该没关系 或许烧到40度 我再来看 就不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担心 而且他住家过病房 我又不能去看他 那时候医院只传来一张照片 就是在他的嘴巴贴了一个奶嘴 我真的很难过 但是身为父母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一直去搜寻 如果真的有脑膜炎怎么办 那我只能告诉自己 他是我女儿 我想照顾他一辈子 可是我又42岁才生 我没有办法照顾他一辈子 所以如果真的重来一次 我一定会提早做好很多准备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3月19日公布 今年首例本土侵袭性脑脊髓膜炎病例 年仅4岁的女童出现咳嗽比塞症状 之后四肢出现子斑 症软与意识改变情形 幸好在就医后得以控制 不过这项疾病的致死率 以及后续并发症几率高 必须谨慎防范 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难以防备 那这里指的难以防备指的是 我们的人的在生活一般社会里面 在全球的其他国家 全世界的做起来 正常人我们现在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大概5%到10% 你的喉咙去做裁剪 可能带有这个菌在身上 带有这个菌在身上 但是你不知道 而且你都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不知道谁身上 在某个时段里面有带这个菌在身上 那因为它是没有症状 所以你不知道 但是它还是有传染力 会传染给在座的 可能今天大家亲密接触 就有可能会传染到 那小孩子的话 那一旦得到被传给他 带在身上的时候 那刚刚提到了 如果他的抵抗力比较差 那可能在某个时候 就会发病起来 在某种情况下 就会发病起来 那它带菌的时间 可以从几天到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都可能 所以这每个菌 带带身上时间都不太一定要 那中间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 比较特别的是 那它直接 这个传染 口水是接触传染是一个 那其实有非莫传染 也是会传染的 那一个家庭的 比较亲密的接触 是一个 然后再来一个 其实最多的另外一个族群 其实是在住校的学生 所以有一些住校生 或者是从大学 他们某些地方也都会有 再来就是一个 会住很多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菌营 菌中里面也会很多 这种其实在传染机会的 都比较多 也是后面会提到的 有一些会有群突发的发生 都是在这些 大家住在一起 比较亲密的时候 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形 有一些报告告诉我们 如果家里面的人 得到了亲密性的莫言 他家里面的人 其他的人 染病的纪律都很高 可以高达500倍到800倍 这是这样来的 那所以也是因为 一旦有一个case的时候 家里的其他人 在临床上处理 都会投与预防性的用药 去把他这个菌代除掉 不再检查了 直接给药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 所以相当比较难预防 就是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带菌 接触带回来 那什么时候会发病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第一个相对 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 刚刚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 那这个病一开始 清极性的脑基础膜炎 他一开始的发病 其实不是很明显 症状不是很明显 这边提到了 大部分就是没有一个 特定性的疾病 小孩子就比较小嘛 就烦躁不安 食欲不振 然后发烧 呕吐这些现象 有的时候肚子痛 就是活力变得稍微 很差一些些 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 现在的家长都很紧醒 很紧张 一有症状就赶快送到医院去 那医院一看 看起来好像跟感冒 没有像病毒感染 没事没事 活力的还还不错 回去观察一下就好了 就回家观察了 那几个小时之后又来了 那有一些病人 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 有所谓的脑末炎的症状 那典型的脑末炎症状 大概就是头痛发烧呕吐 这三个症状是最典型的 三个都有的话 我们大概就认为有脑末炎的迹象可能 那如果真的会做检测的 比较大的小孩子 小小孩有的不清楚 脖子会比较硬 他转动去跟他做检查 怎么脖子硬硬的 那就是有问题的 那更要注意 但是这些症状 其实是脑末炎的可能出现 但是不是每个人出现 那还有在这个脑肌水膜 有一个特殊的 会让我们想到 症状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出现 就是所谓 身上出现所谓的瘀血斑 这个就像瘀青一样 一个瘀血的斑 那个出来的时候 大概临床医師就会想到了 侵蚀性脑脊髓膜炎的可怕之处 在于初期难以诊断 如同一般感冒般难以察觉 病程却凶猛且变化快速 一天内就有可能造成天人永隔 因此加强预防措施 避免汗室发生是首要之举 医学会透过活动募集 盼让更多家庭得到预防观念 一起守护孩子成长时光 记者问去台北报道 然后上传收集满520张就有